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还叫你一外号 说你叫假科长 对对对 这个外号是有个故事 因为那时候还是刚刚有那种盗版DVD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拍完站台 我第二个片子 然后有一天我去一个音像店 那个售后员跟我说 下午我们会来一个新片子 好像这个导演叫假科长 叫站台 是放一科科长吧 我听了都晕倒了 我晕倒不是因为他叫我假科长 把这个名字记出 我的片子被盗了 被盗了 造反 咱们也给观众回顾一下 我觉得假科长看着很温和的一个人 实际上身上也有诗有报 金诗奖金报奖才得过 咱们来了解一下 好不尽 所以马先生 刚才那么多 看不懂的 我也一个词概括 外讲专业户 它有名的外号 我觉得 因为 假导我得必须说 我有的片子并没有看过 但是我觉得 西方人给你个荣誉 他肯定不是白给的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对很多 坚守艺术的人 表示一种尊重 因为我从小 不是从小年轻的时候 是做编剧的 编辑 在出版社 所以接触了大量的作家 那时候作家 写电影剧本 是单独一种作家 在我年轻的时候 写小说的人的地位 远远高于写电影的人 为什么呢 是因为电影 都是由小说改编的 重要的电影 你所知道的 那个年月 最重要的电影 都是小说在前 电影在后 红高粱之类的 红高粱 是一个非常苦的训练 我们年轻的时候 拿一个小说 那是其乐无比的一件事 因为看不到东西 今天呢 你让他们翻过头 读世界级的名著 没有人在读了 就连《红楼梦》都没有人读了 那就更没有人去读 西方的各种 就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著作 我们年轻的时候 人都没有文化 就是比如像我这样 就上到小学 这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 但是我们那个街头 胡同头 所有的站着的男孩子 在一起谈的 全是世界名著 这事很奇怪 他谈的全是 有定论的世界名著 我们这个不用说 十年以后 你再翻过头 看今天的票房 无论造成多高的一个票房 但内容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很可怕 对 但是就说 这个时代 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是你说的那个 街头谈世界名著 是不是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它不正常的社会 它但是是人类共同的 一个精神高层次的一个追求 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影呢 就恕我直言 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卖座的片子 都是浅层次 我别说低层次 它不是不太好听 就浅层次的一个追求 我跟你说 马先生 这话 这事 你不能跟中国人聊 你要跟现在俄罗斯人聊 有共鸣 我就最近那个 阿里克谢耶维奇 不是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我就看两段 他就讲 他就讲 就前苏联解体 就到俄罗斯 就是他采访很多俄罗斯人 还有俄罗斯人说这话 中国人完全简直不能明白 俄罗斯人 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 变成这个样子 就说我们俄罗斯人 总要有个崇高的东西 去向往 如果没有一个崇高的东西 去向往 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什么说实事 说受苦 受苦灵魂才有空间 对 我现在说的 就是要说这个问题 我们是把灵魂丢掉的 我们是把理想丢掉的 理想是个貌似没用的东西 世界之所以有今天 是因为早期人类有理想 我们没有理想 我们的文学的表达 从最早的诗经开始 到唐诗词 缘曲 明清小说 它都有极复杂的文学表达 然后到我们这代人没了 摄影全是下来格制你 对 我觉得这个 马阳刚才说到了 那个《红楼梦》的问题 就是说从电影的角度来说 这些年电影 它一直 就是所谓适应市场 在追求一个 什么样的叙事方法呢 就是要高效率的叙事 就一个情节 接一个情节 一环扣一环 一个动作 导致另一个动作 就是要高效率 这个高效率 背后它过滤掉是什么呢 是实体的生活感受 因为说《红楼梦》 一桌子饭 人家能写两张纸 那是生活的乐趣 那个写写写写个衣服 写个秀边 也可以写那么多 那这些如果放在今天 都被认为是无用的 效率之外的显比 它实际上 就是把我们正常的一个 生活感受里面的美感 给破坏得很厉害 生活应该是有质感的 对有质感 有节奏 有时间感 时间不单是快 才是时间管 慢也是一种时间感 但是假装你看 你是研究电影 我问你 我最近看了几个高票房的 电影 我有点这个谎范了 就是你说电影的定义 你觉得是固定的吗 电影没有固定的定义 那么比如我问你 开放的一种媒介 把一个综艺节目 搬上荧幕 观众喜闻乐见 有那么多票房 你说这不是电影吗 当然也是电影 我们觉得就是 我觉得它最少属于 记录电影 那你比如说 我现在看就有的 我觉得就像马先生说的 小品或者是网剧 实际是把网剧 再扩大一点 搬上了荧幕 那这个豆乐 叫喜剧电影吗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点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 你作为一种多样性 这些电影的存在 那是有合理性的 你不能说这些电影 不是电影 但问题就是说 它的思维模式 还有它的 特别是电影 它是有一种语言的 这个语言就是电影语言 那可能很多电影 它不是用电影语言 在创作 它可能是戏剧性的 可能是小品式的 但电影比较可惜的 不是说多了这些综艺电影 而是说丢了过去的 那些就是 按照那个电影语言的 独特的思路来创作的 有电影性的电影 所以就是电影 我觉得不在于说 是多了很多新鲜玩意儿 而在于就像 马先生前面说的 我们很多没有守住 就是真正属于电影的 独特的 只有电影 视听才能产生的那种电影 好 没有守住 对 那你讲视听 我觉得现在这个聊电影手段 电影语言 特效也算电影语言 特效 那天跟这个陆川聊 他这个九层妖塔 我就发现 他在就是说 说哎 现在这个未来的趋势啊 可能就是很多老板 商人都看出来了 就是说特效大片 就做这种妖魔鬼怪啊 做这种东西 甚至是啊 就说哎 你们这个所谓朋友圈里 你们聊这个电影好 聊电影坏 那那个老百姓 他看的就是这个妖魔鬼怪 看的就是特效 甚至说文系差呀 剧情差呀 他才不管那个呢 你就是这个东西特效做的好 哎 你现在电影发展到这样 它确实是高票房 这个这个算算怎么样呢 算方向吗 不算方向 是现象 在现象 现象 但这现象值得忧虑吗 还是值得恭喜啊 我觉得值得我们守住 守住 还是要守住 你不能乱了方 突然说哎 这个卖钱 大家都去 去去用那种模式 去拍电影去了 真正的人不关心了 关心的都是想象中的怪兽 魔兽 那这个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不能怪观众 而是这个电影创作者 你最终就是说 你十个创作者里面 应该有多少人能够 就包括比如说 陆川拍了怪兽 我相信他还能再回来 还应该再回来 就是关注人 我觉得不一定 不一定 也是吗 有一路怪兽下去了 陆川认的 所以我也不算得罪他 我觉得他回来的前提是 这个什么九层妖塔 这个兵败 他肯定回来了 如果没有兵败 他获得这个利益 他就回不来 因为不是他回得来 回不来 是他身后的人回不来 一定促功着他往前走 我们小时候觉得导演 一听这俩字 腿都得先闭上 你演员都是他的 反正就是肃然起敬 后来呢 我发现最近这导演很有意思 就谁 这个导演 自个就在镜头上公开说 我不会 我什么都不会 不会 这边人说你上 你上当导演 然后不行 我给你配那董的副导演 就技术活由他来 然后呢 关键是什么呢 是这类的电影都走到了一条通道上 就是刚才上期他说的那个结尾的喜剧 我们认为今天的电影 因为这个事是我在几年前我就说了 我说未来中国的电影只有靠喜剧去赚钱了 是什么时候说的 是我看1942时候说的 1942的时候就这种沉重啊 没有今天的人可以接受了 我看完了以后 我还非常受感动啊 我觉得挺好啊 我觉得像小刚那样的导演 过去竟是拍一些喜剧片的 反而不能留下什么 这个我说在你电影史上会给你留下一笔 就是你不愧为是一个电影人 但我们看到的现象不是这样 我恕我直言得罪各位导演 我们的大导演们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妥协 我们举例 我必须举例 不举例 他不说我说什么 我喜欢你举例 刚才你就不举例 你就很喜欢你举例 我们的这个张艺谋导演拍的三枪 你自己回过头 你是一个有名的导演 你拍这样的片子 你向市场妥协到什么程度 那当然最近后来我看了看 就是他那个文字编辑叫什么 写的那本书 你市场妥协 张导演还有一千多万没拿回来 为什么要妥协 他讲了一些我也就算 他能够理解就是人情世故 是吧 那我们陈凯歌导演拍《道士下山》 《道士下山》他的妥协 我都全可以认 但我唯独不能认 你把范伟和林志玲做成海报到处贴 这种就很 这不是电影的主要的桥段 也不是电影的戏盒 什么都不是 就是 马先生算给别刺伤了 我这算什么呀 这个没有必要 但是我也理解他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济社会中导演生存 你没有票房 你生存权非常困难 特别是电影 他这个比较奇特 他跟 就是他的确是 是在一个经济跟工业的 这个系统里面在工作 对 他动用的社会之眼成本巨大 对 他的确跟画画写书还是不太一样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你再想想举几个例子 将近三任型广告之后见 你非让我说 我就说一个 就是 我觉得 我跟你这个态度还不一样 就是 因为我在 其实这是 件件事都关联到咱们这个岁数的人 在今天这个社会潮流面前 我的焦虑和选择 所以你看 我就老在这么想 我说捉妖记 它是中国影史上 创立第一的票房 就是说 人民用手投票 用钱投票 对吧 我说怎么着 我当然我不去电影院看 但是呢 我说我怎么着也应该看 作为一个媒体人 怎么能不了解呢 于是呢 我就弄了个蝶 昨天呢 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呢 就说 哎 第一个出来的妖精 就把我给瞅晕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还在走跑步机 摘歪了一下 我怎么这么难看呢 然后呢 后来他们跟我说 说这个导演呢 就是那个怪物史莱克的创作人之一 是的 所以我就明白 那个大肚子胖子是什么了 但我觉得那个怪物史莱克啊 人家那个是还有灵气 他这个捉妖记里边这个妖怪啊 怎么让我觉得他这个除了 他不光是丑编 我觉得还是蠢编 就是这么一种 呃 样子 哎 这就不管了 可是你知道 我就哎 这很能反映我们现在的这种这种焦虑啊 我就一边看 我当时本来想关了 我说换个爹 但是呢 我说我一定要看下去 我心里一直在批评我自己 我说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节目总是不能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 总是只有少数人看的原因 就是你永远不认真的想一想 大多数的人 嗯 他们在看什么 你应该放下身段 以及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就是你好好想想 人民就是要看这个嘛 于是我就这样坚持着下去 最后呢 到23分钟的时候 我还是关了 这就说明我现在的一种态度 就是说 哎 我已经尽了量的在琢磨 不是 你们喜欢什么 我先没明白 朱耀记是票房第一吗 当然了 中国营史 但文老我跟你有点不太一样 是我还挺喜欢朱耀记 哎 你讲讲 对 因为什么呢 就可能也是 就是就我没有太去关注他的这些小妖的造型啊 什么事 我被他那个潜藏的一个主题吸引了 他那个主题在讲什么 你看得深 就是说容纳一些异端异己 对 就就就别别别别那个党同法异 所以你看中影片里的价值观是吧 你能看出来 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有他清晰的这个价值观在里面 当然他们在市场行销的时候就不愿意提这个了 都是提怎么好玩啊 怎么怎么怎么那个怎么怎么特效怎么怎么炫啊 怎么 你看那天我还看见一个就是说 说这个这个电影啊 为什么有票房啊 大人带着小孩去 小孩带着大人去 对 而且那而且那天陆春给我谈 哎 现在现在的导演你知道吗 都爱谈票房 都 给我谈一个概念 我觉得正好我想请教一下你 嗯 就是说啊 哎 你们那些批评的人都是我们的这些朋友圈 嗯 在真正呃电影民主的时代 是吧 所谓的这个精英一张票也60块钱 大众一张票也60块钱 这个时候你马上可以看出来 你们那点意见算什么啊 然后就是说哎 甚至于说哎 甚至于说北上广你都不能这么聊 票房为什么这么高 他反复给我提一个词 说二三线观众 说你能知道二三线观众他们在电影里需要的是什么 爱看的是什么 我二三线城市 嗯 我一想你这个焚羊小子哎 你就是很了解二三线啊 我太了解了 对啊 嗯 二三线的群众他们喜欢看什么东西的喜欢喜欢看就是流行的这个流行可能是从大城市流行过来的喜欢分享这个文化的事件就是比如说发生在比如说这个全国都在谈论这个电影如果这个电影还没在我的小城市放我会觉得脱节了当这个电影来到我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会很欢迎因为我觉得我分享了这个电影 这个不能说是全球化吗最起码是全国化的这个这个这个娱乐 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对于这个这个就是所谓比如说用票来投票这个事情啊 说这个电影有几十亿人看 然后实际上我我我我记得我认识一个法国导演他说特别幽默 他说你以为你人多吗 你以为你因为法国是那个电影是按那个入场人次 说这个电影有十万人入场那个有一百万或者一千万人入场 他说你那一千万人是一个人 同一种类型的人 我这十万人是每一个独立的大脑 所以你的人太少了 我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他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人数众多他代表某种认定 代表某种某种质量的认可 实际上你换一个思路来说呢 他可能是一个你也不能批评他 但是你那个导演说很好他们是一类人 但是可能我这个十万人是十万个独立的心心灵和十万个独立的大脑 我说你这个真会开导自己 这怎么样 马先生又想这几个例子 举例子就是 因为举例子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 但是举例子呢 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人情事故 对 你让我现在就不能点名道姓的说任何导演 那马上就炸了锅了 但是他跟我那个 我这个上电影学院 我学的是电影评论 这我很老想评一下 最后就觉得住嘴 住嘴 否则又是那个渲染大波 对对对 你这个行业 大家都认为你对他的一个评价呢 至少要涉及到两个层面考虑 第一是人格 第二是利益 可是你一说他就涉及到这两个 所以呢 就你比如就我说 你你作为有价值的导演 我们先说有价值的导演啊 这个价值 你可以自我去理解 你觉得你有商业价值也行 你有人生价值也行 但你一定要有有为有守 是吧 有作为很容易 有守住 有操守就很难 守不住呢 就变成我们这种状况 就是这种 就所谓的喜剧电影 我还真的不大认为它是喜剧电影 比如那个前日子 那个 那个监品霞特热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没我没时间去嘛 我就在后来等他那个在那个优酷上 能播的时候我就看 我确实跟你那个态度一样 就我得忍着把它看完啊 我我大概也就看了不到20分钟 就是学习的态度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去落伍了嘛 所以就是跟市场怎么不格格不入啊 我要应该知道 我还是本着这个态度去看的 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句实在话 就不如睡觉有价值 我就给我就给关了 关了我 但是我不 我并不是说这个监品霞就对那这下面那一代人 没有价值 他们可能对他们是有价值的 对他们对人生是不是有理解啊 或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也不做更更深的去评判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呢现在能说呢我们显得比较厚道呢 是因为这个电影已经下线了 我们说起来就比较厚道 你看电影上线的时候我都不说 嗯 因为上线的时候你只要说也是说好话 嗯 为什么呢 就是你要如果人家正在上线的时候 你拼命的说人家坏话 你又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人 你说出来会影响很多人不去看 那就不好 也许会影响更多的人去看 那就 但我单元是这个效果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公共媒体就哪怕是你 就是中国最好的聊天节目里 能够彻底的敞开心扉 也没那么容易 例子不够多 哈哈 那贾导演你就说 这个我现在老有一种 有一种错的 错时代了的那种感觉啊 嗯 你看当年呢 我们老在说就说为人民服务 对吧 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这个这个这个精神 是吧 那个时候呢 讲究文艺为人民服务 但是那个时候是一种统一意志 嗯 是一种政治下的一种统一意志 全国就八个样本系 嗯 所以我们真的也爱看 好像也爱看那些东西 但是后来 嗯 你看到了八十年代 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啊 就是说 好 这个时候咱们都可以宽松一些了 宽松一些了 其实整个社会那个文化上最时髦的 那个时候是一种精英化的趋势 你看就相当于呃 就是这种第五代导演 那拍的那种 你要叫今天观众看完全看不明白的那个片子 那个时候是最主流的 对吧 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那个时期 但是到今天呢 我又见到越来越多的导演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心情一样 愿意啊彻底放下身段 我们一定要认真琢磨市场需要什么 嗯 这算不算是又一种资本的力量啊 再让你为一个最大多数的人群提供一种服务呢 我觉得不是资本在改变我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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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业自身 就是说 这个人自身 他就是放弃了过去的那个拍电影的初衷 对资本 他不会工作做的那么细 说拍拍你的肩膀 说你一定要拍什么样的影片 那比如说 80年代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整个那个阶段 就是当然娱乐也模式模式也比较少 但是整个那个阶段 他拥有的那个 人们的 人们还在一个系统性的阅读跟思维模式里面 那今天这个碎片化的确是冲击非常厉害 你说我有一个可能是错觉哈 我一直不太明白 比如说即使像80年代啊 假如说啊 像是有些个片子啊 张艺谋的有些片子 那时候获奖的一些片子哈 呃 包括那个时候 你看流行的都是西方哲学 你像我 我我是70年出生 80年代是我10岁到20岁的过程 我在我上中初中高中的时候 我追过什么呢 追过尼采 追过萨特 对 对 然后我读读路遥的小说 我读北岛的诗 对 对 那个时候 而且是从这个里面呢 我觉得能找到乐趣 他不是枯燥的 就是我一直说阅读是非常的美的一个事情 他一点都不枯燥 是 可是你听我说 我就在讲人民这个概念 即便是在那个时候 这个尼采这个东西 好像是社会的主流 但是呢 哎 大上亿的农民工 工人农民 我们的父母 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知道这些 也看不懂这些 而且 但是那个时候 他们想看什么 是不是实际上是被忽视了 然后呢 就跟五四运动时候一样 你觉得这学生们闹的事 好像是这个社会主流 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几亿农民 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到了今天所谓市场的情况下 哎 是不是开始真的就是琢磨到 就是说所谓二三线城市 这些最基本的群众 可以说文化程度不高的这个群众 他们爱看一些比较浅显的 比较活蹦乱跳的东西 然后是市场开始向他们提供一些产品满足了呢 不尽然 你讲讲你的 我觉得还是不尽然 因为你要去理解那么大一个群体 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而且那么大一个群体 实际上他们就所需要分享的 不一定是说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电影它不是一个按摩工作 所以我要直接的要 洗脚行业 对要直接的按到你的肩膀 对他分享的还是一个公共性的话题 这个公共性的话题 你比如说你关注到 比如说天柱顶 关注到这个暴力的问题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公共性的话题 这公共话题就是我们 我们坐在这个 就生活的过得看起来很 很好的人会面临这个问题 但是那个群体 他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 就是人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还是要找这个公共性 对就是说你制作电影的时候 他之所以能够大众化 还是因为这个话题公共性 而不是说那个趣味的群体化 说这个趣味究竟是 是大众的趣味 还是精英的趣味 精英的思路里面 也有很多东西具有公共性的 对而且大部分是具有公共性的 因为他在观察的是整个社会 而不单是说这个群体自身的群体